我要謝謝大家 在世界的帕運殿堂 為台灣寫下光輝的一頁 你們每一位都是台灣英雄 權力國人都以你們為榮 我們給彼此一個熱烈掌聲 大眾好不好 這屆代表團一共拿下三面銀牌 兩面銅牌 締造台灣近世界帕運的最佳成績 我要謝謝大家 在世界的帕運殿堂 為台灣寫下光輝的一頁 你們每一位都是台灣英雄 權力國人都以你們為榮 我們給彼此一個熱烈掌聲 大眾好不好 各位選手的傑出表現 讓世界看見台灣 也充分展現運動家精神 像是柴拳道選手蕭翔文 不僅僅為台灣拿下第一面獎牌 在八強賽中 翔文還幫忙對手裝上掉落的護尺套 這樣的運動家精神令人欽佩 桌球選手陳柏彥 年僅17歲 是代表團最年輕的選手 而且是第一次征戰炮運 就設下奪金的目標 博彥也果然表現不凡 一路拍落強敵 拿下銀牌 我看你如果一路怕了 你們家可以開武金行 17歲而已 這些怕運 政府對於備戰和參賽資源的益助 是歷屆最佳 但未來還會更好 我們還有四年後 四年後 洛杉磯奧運 洛杉磯帕運 我們繼續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